美国财政部周四声明说 俄罗斯人使用各种代理人 介绍在政党之间造成分歧 推动内部分裂来影响选民 这是莫斯科更广泛的 破坏民主国家和机构的一部分 在美国 俄罗斯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干扰手段 利用各种参与者 瞄准我们的选举程序 方法针对总统候选人 财政部特别指控乌克兰议员德卡奇 利用操纵和欺骗手段 试图干扰2020年美国大选 十多年来一直是活跃的俄罗斯特工 与俄罗斯情报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 主向制裁将德卡奇列入美国政府 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 他将失去可能拥有的美国资产 并禁止美国公民和他打交道 去年12月 德卡奇在乌克兰和川普律师朱利安尼会面 当时朱利安尼正在推动 调查前副总统拜登的儿子 和乌克兰能源公司的关系问题 之前曝出的影片显示 拜登威胁乌克兰政府 解雇负责调查的检察官 2017年 德卡奇呼吁乌克兰总检察长 调查乌克兰政府和美国民主党 在2016年大选期间的勾结 8月7日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 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管 伊凡尼娜发布声明 指中共、伊朗和俄罗斯 在多方面干扰美国大选 美国财政部周四还宣布 制裁三名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雇员 美国前特别顾问穆勒 指控他们干预2016年大选 另外 微软公司周四宣布 最近几周 侦测到许多来自俄罗斯、中国和伊朗 针对两大竞选阵营的网络攻击 其中代号为Zukhanian的中国骇客组织 2020年3月到9月 针对和竞选活动密切相关的人士 以及国际事务组织和个人 发起数千次攻击 新唐记者毕新词 陈海月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许多半代 told claim